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呆小蕊 后期制作,记 温成如那边也习惯了他的态度 他现在还在成家老宅 看了成老爷子跟成饶汉一眼 拿着手机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看着对面长廊上成老爷子的鸟 还记得我办公大楼对面的楼盘吗 怎么了 成俊发动车子 左手搭在方向盘上 右手拿着手机 他看着方向盘 长节微垂 想了半上又松开手 有人要买 成温如单手插在兜里 这种事情 负责金融中心的人自然是第一时间通知成家 他公司的地址就在金融中心的大厦 只租用了一层 但是 每一层面积足够一个中型企业使用 对面的大厦规模程度足是他的百倍 这是成温如诧异的原因 他数遍在国内的企业 也没有想出来 谁能财大气粗到买下这栋大楼 成俊的手指敲着方向盘 谋色没有明显变化 只是不咸不淡地嗡了一声 嗯 没其他事我挂了 成温如现在不太敢跟他呛声 就听到手机里传来盲音 他低头看了眼手机 嘴角不由地抽了一下 然后拿着手机 转身回了成家大厅 成绕汉正端着一杯茶 看到成温如拿着手机进来 不由地看他一眼 自嘲似疯 我早说了 你跟他提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 与此同时 秦染拿着书往河宫城的教室走 这会儿才七点多一点 路上的人不多 秦染刚到二楼 就看到靠着走廊等人的南慧瑶 南慧瑶似乎有些困倦 正懒洋洋地打着哈欠 看到从楼梯走过来的身影 他站直身体 哦 啊 谁是 特地找我 秦染淡定地拿出钥匙 打开阶梯教室的门 找了个靠门的安静位置 啪的一声 把书扔在桌子上 抬他下巴 让南慧瑶坐在前面 说吧 什么事 秦染靠着墙坐好 眉眼微微低着 然然 你跟冷沛山有过节 南慧瑶趴在他旁边的桌子上 不经意地问着 秦染翻开新的课本 他垂着眼眸 语气平静 没有 毁约没打他 南慧瑶差点没给自己噎死 他默默地看了秦染一眼 我知道了 没打他 这是个什么操作呀 你一早找我 就这事 秦染抬了眼眸 南慧瑶坐直 不是 是班长让我问你的 这个星期六晚上 你有没有时间啊 其他班级军训后就聚餐了 就我们一般还没聚餐 听到这个 秦染收回了目光 他挺无所谓的 嗯 到时候具体的时间地点 发我就行 好 南慧瑶精神一震 他手撑桌子站起来 我待会儿就跟班长说 先去吃早饭了 拜拜 他走到后门边 朝秦染挥了挥手 南慧瑶吃完饭 再往教学楼这边走 兜里手机响了一声 然后就是学生会的短信 中午在综合楼开会 中午 南慧瑶下课也没有敢去吃饭 直接赶去了综合楼 校学生会也分档级 其中办公室部门的权力最大 南慧瑶跟冷佩山都进了办公室 开会的时候 南慧瑶跟一个短发女生 坐在了办公桌最后面 冷佩山坐在办公室部长旁边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知道 冷佩山认识高年级的学长学姐 她是学生会的新晋红人 开完会 几个部长就去吃饭了 冷佩山看了看办公室剩下的一行人 不由敏唇笑着开口 晚上有谁要跟我一起打游戏吗 我 老美女 带上我呀 办公室内热闹非凡 南慧瑶拿着自己课本回寝室 身后短发女生跟上 南慧瑶 你跟冷佩山怎么了 我记得之前你们还是很好的室友啊 前几天还一起打游戏呢 怎么最近几天没看到你们一起打游戏 一起走啊 没事 南慧瑶淡淡开口 短发女生看了看后面 确定没人能听到 才压低声音 我们戏的人都知道 冷佩山是有后台的 游戏连神牌都有 京城这个地方水山 如果没事 别跟她接梁子 短发女生也是计算机专业的 冷佩瑶在计算机专业很出名 短发女生知道的比南慧瑶要多 她也是南慧瑶在京大 除了物理系之外 唯一的朋友 南慧瑶偏头朝她笑了笑 谢谢啊 不用谢 你记着我的话就行 短发女生拍拍南慧瑶的肩膀 我们教授上课的时候啊 说过云光财团的事 当然你应该没听说过 解释起来比较麻烦 你记着 闭着点冷佩山 南慧瑶一边去食堂 一边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 云光财团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 星期六 自动化一般的学生聚会 秦染到的时候 人也刚刚才来起 楚衡是京城本地人 综合一般的具体情况 选了一个大包厢 里面放了三大张桌子 还有一系列的娱乐设备 男生们喝酒 秦染跟南慧瑶就坐在一边喝饮料 旁边不远处还放了台球桌 电脑等一系列设施 一批男生没怎么喝酒 有人拿着球杆去打台球 有人拿着话筒唱死亡之声 有人吆喝着开电脑去打游戏 还有人拿着扑克牌 星开跟楚衡拿着一罐啤酒过来 星开坐到了秦染跟南慧瑶对面 你们怎么不去跟他们一起打游戏啊 懒得去 南慧瑶靠着椅背 你这么喜欢打游戏的人 还有懒得去的一天呀 星开喝了一口啤酒 不由笑了 最近怎么没见你跟冷配山组队啊 他话没说完 南慧瑶看他一眼 星开善善一笑 没有说下去了 秦染一手玩着手机上的传关游戏 一手拿了杯水慢慢喝着 冷配山 南慧瑶上次也提了一半冷配山 秦染一问 星开连忙解释 啊 就是你们寝室那个冷配山 他星期一还跟我们玩了游戏 他游戏里有一张神牌 虽然他打游戏的技术一般吧 不过神牌挺酷的 南慧瑶似乎挺不想听冷配山这个人的 他放下手中杯子站起来 坐到一台控制的机器前 登上了企鹅号跟游戏 还有谁组我一个 没了南姐 我们已经组队了 下局带你啊 班里男生立马回应 企鹅头像跳着 南慧瑶随意点开 是秦染拉进他的那个群 正好有人发了个组队消息 他随手点了进去 游戏语音频道是开着的 南慧瑶刚进去 音箱就传来了惊讶的男生 诶 这谁啊 燃起的室友 南慧瑶看了下声音页面 说话的是一个叫林子很大的人 是一道女声 意识到这是秦染给他介绍的群 南慧瑶十分拘谨地 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他看了一下 其他四人的游戏登记 惊骇地发现 他们都是宗师级别的账号 南慧瑶大师级别的账号 在自动化一般已经算是厉害的了 所以才会经常跟男生组队 没想到秦染的高中同学 更厉害呀 希望我不会给你们拖后腿 这会儿已经排队进去了 南慧瑶也退不了 选卡牌的时候 他更是拿出了自己 唯有的两张天牌 然后添了一张厉害的地牌 暗暗松立口气 卡牌全部锁定 五个人一起进竞技场的页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